我認測 道歉 我剛剛明明就跟你道歉很多次了 我明明就有 宅幾遍 宋霍元突然跪在地上 痛哭失聲 甚至用力磕了三次頭 不停道歉 對不起 不用啦不用啦 不要跪著 不要跪著 來啦 起來啦 起來啦 不要跪著 不要跪著 對不起 好啦 你不用等他 起來啦 宋霍元的情緒完全失控 不停喊著對不起 但是這對夫妻還是很憤怒 繼續向警方抱怨 說啊 你看我敢打你喔 你試試看喔 我絕對讓你好看喔 說講這種話 而且你就要在這裡喔 這起糾紛發生在彰化姓元林 這名送貨員 原本是要在12號上午8點至12點 將貨品送打 但是假日人手少 又要沿著路線送貨 一直到下午2點才將貨物送到 沒想到當事人拒絕簽收 雙方爆發口角 夫妻倆譴責送貨 或遲到太久 而送貨員也回嗆 我知道你家住哪裡 氣得富人出腳踹人 目擊民眾在網路上爆料 夫妻倆對送貨員又踹又罵 還逼他下跪逗欠 時間長達10分鐘 不過當事人的女兒 網路上喊冤 表示媽媽的身體不舒服 她快遞 寄藥 送貨員遲到還大聲嗆瞎 看到警察來了 突然自己下跪痛哭 沒有人就是一個屁 這個人很沒面子 王姓夫婦並沒有 威逼送貨員一定要跪下的行為 我們回到送貨的地點 鄰居爆料夫妻兩室惡鄰居 口氣一向很差 跟大家的互動都不好 但是送貨地址的屋主卻說 财大學一年級的送貨員 辦公辦讀 同事說他工作非常認真 心疼他的處境 雙方目前互不提告 賊即便的業者則書面回應 同仁的情緒還不穩定 如果真的受到不合理的對待 將全力維護 記者林正恩 陳夢輝 彰化 採訪報導